好 觀眾 杜蘇瑞中台 在今天下午3點多的時候 它的暴風圈是已經觸碰到恆春半島 首當其衝的這個東半部地區 已經是降下了很多的間歇性的雨勢 我們現在的位置就在花蓮的六石淡山 可以看到整條道路是被土石流沖刷 部分的道路是完全是這個淤泥是非常的多 而可以看到其實左半邊有大塊的石頭 是整個從上面崩塌下來 相關單位也是緊急的 把放下了這個山腳椎 而這個六石淡山這條道路的路面上 還可以看到有多路段 是出現了軍列的情形 其實根據我們獨家掌握到的消息 在六石淡山的這條道路上 大概7公里處的時候 是有一個這個便橋 這個橋是有貪方的情況 只不過因為這條道路 其實通往六石淡山 它這個整片的道路旁邊 都是有大石頭陸陸續續的 是因為受到大雨的影響 是一直掉落下來 因此這個危險性是相當的高 目前相關單位正在釐清當中 而其實這個杜蘇瑞的暴風圈 已經觸碰到這個恆春半島的陸地 隨著颱風逐漸上北上 其實涵蓋著整個中南部的陸地 還有就是在東半部地區 其實下雨的狀況是首當其衝的 目前花蓮其實24小時的累居食雨量 是達到了350毫米 一定要提醒民眾外出時都要特別留意